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好 那这个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千锋课堂 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个 这个把机实战 好 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卡里里面去 好 这里面 好 我们创建一个位置 im 叫 ordo的dnsswrp 创建一个位置 oldpassword.bak 可以吧 同学们 好 那我们把这些文件内容 我们全都粘贴进去 copy一下 好 那这些文件呢 我们就粘贴进来了啊 好 大家看这是不是一个密 相当于是一个密码字典呢 对不对啊 好 那我们得到这个密码字典之后呢 我们发现目标端口 我们发现系统当中存在几个用户啊 系统当中是不是存在三个用户啊 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vm一个user.dnsswrp 创建一个用户名字典啊 好 那这些用户都是什么呢 一个是不是这个gm 对不对 一个sm 然后还有一个x 乐时 是吧啊 好 好 考课一下 好 那这里面创建一个用户名字典啊 gm scm 是这三个用户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既然有用户名和密码了 而且对方也开放了22门口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尝试做一个爆破呀 好 我们hydi hydro 这个工具好 杠大L参数指定一个用户名字典 user.dse 杠大P参数指定一个密码字典啊 然后ssh 冒号双写 ssh 冒号双写 172.16.132.1515节156啊 156啊 156啊 然后杠 小v大v啊啊 然后杠就是显示一个详细的报复信息 然后杠小欧把爆破的结果放到我们hydi hydro 点ssh 这个文件中去 没有了 好 好 这就是他的命令啊 好 好 那我们这里面直接一回事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里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啥呀 找到了一个啊 好 印后名和密码啊 好 那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尝试登录一下呀 ssh gm ad172.16th 132.132.159啊 156啊156啊 156啊155 1 1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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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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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5 5 6 4 5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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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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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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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10 10 156。 dc4了啊 我们看一下乖 m啊 几乎是 gm对吧 ls 放al 好 发现这里面有test.sa 是这样一个脚本 对吧 好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这块是不是做了一个循环呢 然后实际上这块是不是说了很多废话呀 就是学习by是 他们说 然后by是好的 他们说 然后是不是循环后一次啊 是不是啊 好 实际上这个脚本呢 可能是逗我们玩的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文件比较可疑 是不是叫mbox啊 对吧 好 来试一下 好 我们看他一下这个mbox 来看 哎 你发现个啥事 from 这块是不是from啊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呀 from rootite dc4 大概在这个时间啊 然后 给谁发呢 给jim发了一个啥 给jim发了一个邮件叫test 看到没有啊 然后这里面是详细的一些信息啊 let's say这个test啊 那这里面是不是这个root at dc-4 这个哥们给这个jim at dc-4这个账户 发了一封邮件 然后标题是test 然后内容是 let's say这个test 好 插一下端口 好 好 这个命令没有找到啊 好的 那这里面由于我们这个啊 root这个用户啊 给这个jim这个用户啊 发送了一封邮件啊 所以说这里面呢 这个邮件啊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vr下的mail啊 这个目录下 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信息啊 啊 好 那这里面我们发现mail啊 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jim啊 这样一个文件啊 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cat dm 哎呀 你发现个事 你发现啥事啊 你发现是from 是这个 chart啊 这个用户 给我们jim这个用户 发送了一个 邮件 叫holidays 啊 说嗨jim 我已经这个 啊 所以你 所以这个 给你我的 这个 密码 啊 大家看 你发现 这个是不是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 chart 这个用户 直接就把他的密码 发给谁了 是不是发给jim了 啊 好 那这个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尝试 用这个账号 和密码 尝试登录一下啥呀 登录一下 这个 ssh 对不对 啊 好 ssh 啊 cp 啊 es 122.16132.16132.156 啊 那他这个密码还挺复杂啊 是不是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登录系统了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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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哎啥文件都没有 我们 Bapt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SIM这个拥护下看他都有啥东西哎怀疑这里面也啥都没有 对吧 好 那么去GIME里面看 这刚才咱们不看过了吗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做一个提权 做提权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速度-R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再速度 速度-R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什么呀 看一下我们哪些命令 在执行过程当中 这里面要求输入密码 这GIME的密码是啥来的 密码直接刷过去了对不对 好 那这里面我们Ctrl C结束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开一个 再看一下 因为密码是我们外部爆破的 对不对 密码是不是它 好的 好 这里面来看一下 速度 他说我们这里面GIME这个用户说不能速度啊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X这个用户能不能速度啊 好 哎 你发现个色 你发现个啥色啊 你发现我们这里面有一条命令 叫TEE H1E 那这个命令在其执行期间呢 是具有可以速度他 速度他的时呢 我们不需要有输入我的入团用户的密码 好 好 那大家想想呢 这里面我们通过TEE H1E这个命令 一个人拐出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去提起来啊 对不对 好 那但是这个命令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查看一下帮助啊 TEE H1E 是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哎哎哎哎 好 TEE H1E 干 H 啊 干干 还有 哎 这里面就有了 是吧啊 啊 杠 他看一下 这个杠A 参数是APP案的 他说 你去给一个文件中 追加内容 并且 怎么样啊 在末封 在末尾最佳内容 并且不覆盖掉原来的文件 对不对啊 啊 好 那杠P呢 就是 一些其他的一些模式啊 那实际上他的核心参数 是不是就是啥呀 是不是就是杠A啊 对吧 好 那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Touch TOUC 是Touch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好不好 比如创建文件叫 哈喽啊 好 那我看一下哈喽 那哈喽这个文件是没有任何内容啊 好 我们TEE HEE 这个命令 然后我们怎么样啊 是杠A 然后哈喽 是不是可以写一些内容啊 好 大家来看这数值也就进入这种交 类似于交互模式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哈喽 Word 啊 直接一回车啊 好 那这里面我们Ctrl C 结束一下啊 啊 Rs一下啊 大家看这里面是有哈喽文件的啊 看着一下哈喽 哎 发现是有东西了啊 啊 那这里面我们尝试再了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 哈喽 追加一东西 我们刚才是不是写了哈喽 Word的啊 啊 Welcome 拖 北京 可以吧 啊 啊 直接Ctrl C结束啊 我们怎么样 看着一下 HER 好了 哎 你发现确实在末尾跟我们追加文件了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追加文件啊 同学们想一想 那这个 这个追加文件啊 这个追加文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速度它呀 我们再试一下速度 对吧 DEE HEE 杠A 啊 HER 好喽 然后我们再追加点东西 追加点啥呢 我 他 看爱度 对吧 好 Ctrl C结束 好 看一下 哈喽 哎 啊 是不是少了一个杠A啊 啊 那这里面少了一个杠A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说把原来文件给覆盖掉了啊 啊 我们看一下杠A 我的 好 好 我拿右吧 行吗 行吗 好 我们喊一下 看他一下 这个哈喽 他看书在后面追加了 而并且速度的时候说没有没有给我们要求密码啊 好 他们想想 那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写给任意文件里面追加东西了 那他们想想那利用这个命令怎么提前呢 咱们想一想我们这里面我们啊 Lineux系统下的用户啊 还有些这个用户的密码是不都以文件的形式存放在系统当中呢 对吧 好 那其中一个文件叫etcr tasswd 那里面是不是记录了我们什么呀 记录了这个用户的名字 对不对啊 好 那这里面我们如果是在这个文件后面追加一个用户名的话 是不是又相当于我们创建了一个用户啊 对不对啊 好 那在我们追加这个用户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一下 好 这个文件 它后面的这些结构啊 大家看 那我们etcrpsswd 这个文件的结构 那我们整个这个结构它分几个部分呢 有几个网号 123456 是不是6网号 6网号声明是几个字段呢 7个字段 对不对啊 好 7个字段 好 那7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是不是文件的名字 是不是我们用户的名字呀 对吧 好 那这里面就可以这么写 agorest 是不是啊 好 这里面创建用户叫agorest 对吧 啊 这话我只做一个记录啊 好 那第二个字段 代表什么含义啊 是否有密码保护 对不对 好 那这里面把第二个为空 会出现什么情况呀 不销密码就可以登录的 对吧 好 那第三个字段代表什么含义啊 uid 对吧 那这里面uid我们让它等于零 是吧 直接就相当于给root用户 起了一个别名 gid也写零 然后在后面一个字段 是不是它的一个全程啊 好 全程我们也不写 然后后面一个字段 是不是它的加目录啊 那加目录我们也不写 好 在后面一个字段是不是就是 它登录的 并下拜扇 对不对 好的 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命令 复制一下 好 好 我们直接输出这个命令 echo 大家看这七个字段 对不对啊 1234567 对吧 好 把这个字段直接用管道符的方式输出给谁 t速度 t11h11 然后-a参数 对吧 然后是etc一下的 dnswd 看到没有 直接一回事 好 我们看它一下 etc一下 来看写不写成功啊 写成功了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看一下ssh root 应该是a根est 对吧 at172.16.132.多少 156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登录啊 这里面是不是要求你 这种方式是不是要求你输入密码啊 密码你知道吗 直接回车可以吗 直接回车是不可以的 对吧 那这种方式你登录不了 但是这里面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 它底登录的ssh 对吧 我们输入下 a根 VS 你发现 你发现变成啥了 变成root用户的对不对啊 rss 啊 跟一下啊 cd到rott下 跟一下rott下 rss 大家看是不是有个flag 轮件的啊 啊 看一看一下 啊 干的漂亮啊 维尤蛋 组的照吧 啊 这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 给大家拿下了这个dc4啊 这个系统啊 好 那剩下的时间呢 大家就是这个嗯 啊 做下练习啊